橫琴與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出台 引起社會各界關注 對此澳大模擬與混合信號超大規模 集成電腦國家重點實驗室副主任麥佩賢教授表示 方案中提及的新型智能化口案 或有助於實驗室本部與橫琴分部研究氛圍 很接近 只要有汽車 由這裡開始出發 去到我們的工作地點 是不需要半小時的 這也是可以接受的一個企業 但如果澳門大學有一個新的口岸 可以直接去到我們的口岸 加快我們的距離 減低時間 很多學生 即使他們沒有汽車 都可以自由出入兩地 去拉動兩地的生活圈 研究的氛圍 和人民互相交往的頻密度 我覺得這是一個重要的考慮 而澳大科技學院院長崔成中教授 就認為深合規建設總體方案的出台 無疑是對無人駕駛項目的極大利好 就是這個深度合作區規劃方案的公布 對我們無能駕駛項目是一個絕大利好 因為目前來說 我們現在的智能駕駛測試 只能僅限於校園範圍 但是還是說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然後這個方案的公布 就有助於我們進一步的拓展到恆景 到恆景 這樣的話更加廣闊的場地去做測試 然後在測試結束以後 我們希望將來能夠來回到澳門 是這樣的一個 達到這樣的一個情緒漸進的目的 另外特區政府和廣東省政府 也都會在9月10日舉行新聞發佈會 向社會各界更詳順地介紹 總體方案的各項內容